来吧兄弟们最后五个幸运方块 我就不信一颗钻石都没有 我们开完最后这五个幸运方块 咱们就回家去打造极品的装备 来吧来吧第一个一朵花 没有用海绵 鸡岩 哇兄弟们怎么感觉又要黑了呀 只剩下两个了 我这哎呦亏死了兄弟们 我一组的绿宝石居然没有一颗钻石 最后两个不要让我失望呀大哥 我们换一个风水宝地 就在这里 发射器 啊兄弟们 亏死我了 不过还有几张纸 我们可以做这个烟花 哎呀太亏了太亏了兄弟们 真的太亏了 好在我们开出了一个极品装备的大哥 我们先回家 回家之后我们就刷一些附魔术 开始打造装备了 这小猪人怎么也跑进来了 把它解决掉 先来看一下村民有没有补货 哎补货了兄弟们还好 我们拿一些木棍 再来和他们兑换一些绿宝石 一个木棍兑换一个绿宝石 兄弟们羡慕羡慕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钻石剑的属性 锋利二 王宁杀手三 简直杀手五 击退二 火焰附加一 还有一个墙 如果我们可以和图书管理员换到锋利五 王宁杀手五 然后再来一个横扫之刃三 我去啊 兄弟们 那这把钻石剑真的是极品中的极笔 来吧来吧 想想我的极品钻石剑 哎特别开心 我们现在就开始刷这个附魔书吧 哎呦兄弟们刷了好长时间 终于出了一个效率五 我们的稿子铲子还有斧子都需要用到这个效率五 所以我决定我们可以把这个附魔书给他留一下 三十颗绿宝石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有点贵的 但是我们先要绑定一下他这个交易列表 锁定了交易列表之后 咱们就可以让他感染了 OK 如果没有锁定交易列表的话 很可能他复活之后卖的东西就变了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锁定交易列表 然后看一下这边 这边又补过了兄弟们 所以说咱这绿宝石真的是不缺 好了兄弟们继续来刷附魔书吧 为了我们的极品装备必须要干呀 哎出了一个水下呼吸三 这个东西可以呀 因为这是头盔的必备顶级属性 哎可以换一本 天亮了我们继续刷附魔书 好不错兄弟们横扫附魔书三 这个附魔书呀也是剑上面的顶级属性 我们来换一本 这边的木棍又补货了 太爽了兄弟们 我们兑换绿宝石刷附魔书 一个都不能落假 而且这边的村民全部都复活了 哪个是卖效率5的呀 哦是他兄弟们 五颗绿宝石一个效率5 这你敢信 哇兄弟们 这村民打折机真的是爽呀 来我们多换一些 OK兄弟们 一共换到了六本的效率5 反正像在他卖的便宜五颗钻石一个效率5 而且我们的绿宝石多 我们就来多换一些 有备无换 我们再来继续刷附魔书 兄弟们 我们又刷到了一本荆棘3 这个荆棘3我们要不要呀 看一下装备 我们回去看一下装备里边有没有荆棘3 因为荆棘这个属性 他每一个防具都需要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装备 没有荆棘兄弟们 那算了吧 荆棘3我们也需要 这个是荆棘2 算了算了 我们把这个荆棘3也兑换一下 这个奸商卖的实在是太贵了 荆棘3需要64颗绿宝石 先和他锁定一下交易列表 然后我们就送他见小交 哎心痛呀兄弟们 一组绿宝石一个荆棘3 不行我们必须要让他感染一下 这两个村民全部都是奸商 让他们上去吧 哇兄弟们 左边这个村民被感染之后 他居然获得了隐身的效果 还有瞬移 还有腐蚀 他还会不会变回来呀 哎呀算了 先不管了 我们来看一下村民捕获了没有 哎可以兄弟们 又可以用梦棘来换绿宝石了 他们是机车商 但这两个村民真的是太良心了 哦又出了一个石韵3 石韵3要不要呀 我们回去看一下稿子上面有没有石韵3 我记得好像我们是有一把石韵3的 如果稿子有石韵3的话咱就不要了 因为这个斧子和铲子要石韵3也没有太多的用 哎没有必要 OK有石韵3那咱们就不要了 兄弟们 我觉得现在的图书管理员全部都得载掉 这个恒如扫之刃我们用一本就可以了 但现在他的职业列表已经被我锁定了 他这个附魔术是不会变的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不会变吧 所以说要他就没有用了 把他载掉 因为这个恒如扫之刃呢 我们只需要一本就可以了 其他的像效率耐久什么的咱们可以留下 石韵3 这个呢 水下火锡3 这个咱们好像也有吧 我看一下啊 完了这个也不会变了 我们看一下箱子里边有没有 有的话就把这个村民也载掉 有 把他载掉吧 对不住了兄弟 旁边的村民瑟瑟发抖 哎呦兄弟们 视频又该结束了呀 我们居然换了整整一期的附魔术 这个过程确实特别无聊 而且浪费时间 要不然我们就把这个 兑换附魔术的工作留到我线下吧 这样的话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大家认为啊 应该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过程展现给大家 那咱们就花上两期的时间 再来换一下附魔术 打造一下极品的装备 如果大家觉得太浪费时间的话 我们从下期就把这个附魔术全部都准备好 然后我们来打造极品装备 就这样子就把这个附魔术都准备好 就这样子就把这个附魔术都准备好 就这样子就把这个附魔术都准备好